所以這一次呢 廚餘掰它真的是 PK成功可以拿手牛肉 歡迎來到100室內 上一次呢我們做了一個 廚餘機的PK 下面有很多人有留言 大概有三四個人吧 就說也想要看廚餘掰的實測啊 因為我自己也是瘋狂的被買到廣告 然後我就好好奇 因為它的網站上說明的 就是覺得說好像真的是蠻強的 所以這次呢我們就弄到了 廚餘掰跟Panasonic做一個實測 我們會實測的項目有這一些 最後會有一個綜合評比 那開始之前先告訴你 廚餘掰就是一個小鋼炮 想知道為什麼是小鋼炮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就外觀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老朋友Panasonic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拉長板的電鍋 相信大家也是蠻熟悉的 那廚餘掰呢 收到的時候真的是有點看不懂 它是一個廚餘機耶 因為它就是長得很簡約 就這樣方方正正的 下牌會亮藍燈就這樣子 你說它是電腦主機我也是相信的 上次有講過嘛 Panasonic就是有低溫 然後預約定時開啟跟切斷 那廚餘掰的操作方式 根本就不用看說明書 就可以知道怎麼操作 因為它就只有一鍵開啟 那在操作上面呢 因為我們在做實測 所以我就會時不時的去開開關關 廚餘掰呢 它是一個設計完全密合的一個上蓋卡索 如果你在運作當中的時候 因為它有高溫 然後所以機器會熱 這個時候去打開它的話 它的上蓋就是會比較不容易放進去 但其實你只要等機器都運作完冷卻之後 那個蓋子就真的沒有在運作的時候那麼難開 就是大家不要去煎 不要像我一樣 沒事想要去看裡面 裡面也不會長得多漂亮 Panasonic它就是有一個可以提出來的內鍋 我真的覺得可以把內鍋拿出來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而且很重要 因為真的會好輕很多 廚餘掰呢我們就是發現 它也是一個小內鍋 就是也是這樣輕輕拎出來就好了 然後我想要強調一點 就是上一次忘記說的 就是其實這兩台 它們都有一個運作完之後 會自動停止的安全機制 我覺得這點真的很讚 我有時候就會忘記自己有在實測它 然後就趕快放去了 它已經自動停止了 就不用擔心那些用電問題了 在容量上面呢 Panasonic也是6公升 然後廚餘掰是2公升 其實一般大概3到4人的家庭裡面 其實那個廚餘量真的沒有到想像中那麼多耶 其實2公升就滿夠用 因為我要填滿6公升的時候 真的是在公司裡面挖大家的廚餘 我是覺得大家這個容量上面 可以去考慮一下說你單次需求的量 因為它其實運作得很快 兩個小時最多最多就5個小時而已 它的體積就會大概是原本的 大概1 3分之1 4分之1 是可以一直再放進去 一直再放進去 可以滿了再輕 就是不需要每一次都倒出來倒出來 基本上兩台都算滿快的 尤其是廚餘掰 我們小鋼泡要稍微快一點點 然後呢我們這一次實測的廚餘有 榴槤皮、筍殼、小龍蝦殼、西瓜皮跟柑橘皮 還有大量的廚餘 其實榴槤皮我是有一點錯 但它也是成功地消滅了它 那在所有廚餘的處理完成的成品裡面呢 你都可以看到 廚餘掰它就是都會比較接近粉末狀 然後比較細 雞骨頭它也是形狀會變得比較小 比較小 那處理完的成品呢 一樣兩台也都是可以去混合圖啊 然後去做植物的堆肥 那上一次我們做的那個 直接放在植物的上面 然後有發霉這件事情 其實就有網友跟我們講說 這個做法就是不對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因為好像不同的植物有不同比例的混合方式 而且你也要考慮到說 你處理了廚餘它的裡面的鹽分啊 或是有沒有特殊調味 它可能會影響到堆肥的效用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做的 但大家要去查清楚 接下來講到的是他們兩台的聲音 Panasonic它就是像洗衣機在運作的 有一個小小的運轉的聲音 那廚餘白它也是只有一點點小小的聲音 加上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長時間 待在廚餘機旁邊吧 所以我覺得聲音倒是還好 那在氣味上面呢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不要打開它 不會有什麼味道 其實廚餘白它在處理西瓜皮 跟柑橘皮的那一次的時候 它其實有微冒一點水蒸氣 從它的後方冒出來 我看到的時候本來有點嚇一跳 大家發現其實那個水蒸氣也沒有味道 因為這兩台他們都有設計除臭的裝置 像Panasonic這一台 它是做白金觸美的除臭 那廚餘白這台呢 它就是有一個高點值活性碳濾性在它的底部 所以這兩台它其實氣味上面 你不打開其實它都不會有味道 那打開之後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烘烤過的食物的味道 在處理時間上面呢 兩台它其實都大概只需要 最多四五個小時就可以處理完了 加上我們有試一些比較少量的一些特定的廚餘 它其實有的時候一兩個小時 它們就運作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要講到的就是價格 大家應該很在意價格吧 之前我們有說我們Panasonic家保固買起來 大概是三萬五左右 可是我們有人留言說它去日本帶貨 它其實也才花兩萬多塊兩萬五而已 就買到 我覺得我們有一點像潘娜就是買了這一台 那廚餘白它這台現在的售價是16800 就是兩台現在價差有點大 我們上次影片留言裡面也有人在問說 它們的耗電量是多少 那我們也只能找網路上試算的公式來算 那說明書上面是說Panasonic這一台它的功率是800瓦 那廚餘白的網站上面是說它是150瓦 那照這個公式算下來之後 一個月如果三到四人的小家庭 然後每一天的處理 處於大概兩個小時去算 然後算台電是25塊的話 算下來 廚餘白大概是一個月是40塊的電費 那Panasonic是261塊 因為它瓦數比較高 所以算起來就是會比較貴一點 那整體評估下來我們有做了一個綜合評比的表格 那我們發現呢其實廚餘白它不管是從 運作啊 時間啊 價格啊 它真的是在廚餘機裡面 真的是算是小鋼砲 所以這一次呢廚餘白它真的是PK成功Panasonic喔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有回覆到上次在下方留言的朋友 如果你對我們的小鋼砲廚餘白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把商品的資訊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那大家如果想看的話就可以去看囉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了 拜拜